歡迎收看食尚玩家番外篇 歡迎收看食尚玩家番外篇 很久沒出國的觀眾朋友 今天有福啦 今天要帶大家到日本的福岡 去找隱藏版的景點 最經典的美食 這一次通通都要報給你知道 福啊 你知道福岡有個神社 贏了鬼滅之後你要爆棚嗎 還有那相似度就擺 擺擺擺的籠抱場景在哪裡 獨家限定鐵道列車場體驗 還有... 鳥川超人氣 豪華版的鰻魚啊 接著還要帶大家到水果天堂 飽滿多隻五指乳頭 讓你現彩現吃吃個過癮 小明天 在地人帶路 鄉知小姐 山口先生 各自推出福岡最強美食和景點 親自採線 職業拍攝 觀眾朋友 你選哪一個 福岡採線PK首發太宰府 由山口率先帶大家來到最近 因為鬼滅之刃爆紅的造門神社 造門神社主是御醫機命 以結下各種良緣而聞名 他可是日本式的戀愛神社之友 何、何されてるんですか? 今から建てる 建てる? 何を? 今から建てる 建てる? 何を? あ、もしかしてあの... 薬除けの? そう 本当だ 丸い丸い いい時 65 いい時 경 here 這時光 つを上る、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今から ici ここに... そうですか 徹底枕 僕も徹底? енты いい 重い はい、ちょっと待って ちょっと待って 在日本的夏天 神社都會用毛草縮成圆 走過毛荃�ren三圈 就能夠消除醉惠 �夕願無病息災 除了大草輪可以祈願 這裡還有各種御守 戀愛運 討人員工作運 記得買回去結個良緣 這一些祈福的會馬 都被鬼滅的粉絲 畫滿了各種鬼滅人物 近來鬼滅之刃太活熱 而造門神社 就因為跟主角貪智郎同性 也跟著大爆熱門 成為了鬼滅之刃 粉絲的畢朝聖地啊 在造門神社搞定戀愛園 還可以來天滿宮的表餐道走一走 不但建築物很可愛 而且還很好光謬 超級的 紫色的 知道嗎 觀眾啊 這個現烤的梅之餅 可是太宰府的名物喔 再往前走啊 就可以看到由建築大師 威延武打造的星巴克概念列 他可是來太宰府必拍照的景點 漂亮吧 對 有牛子有要來 花織 有牛子有要來喔 花織 有牛子有要來喔 可織 有牛子有要去 辭越來喔 靠近神聖入口處的玉神牛 大家進去時 別忘了摸摸它的頭 據說摸頭就會得到智慧 變得很聰明耶 你看... 孩子也喜愛你 漂亮 在日本夏天就是風鈴的季節 這一些風鈴都是參拜民眾 體驗掛上去了 在這裡聽聽這風鈴聲 感覺...整個人都涼腫了起來了 謝謝 有什麼地方 鄉之祥帶大家來的這一間咖啡店 在太宰府啊 可是相當的熱門 大家都是為了那夏季限定 數量也限定的甜點 白桃聖代 請問一下 白桃的咖啡店 這是白桃的咖啡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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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漂亮 白桃的咖啡店 白桃的咖啡店 這是真的嗎 真的 真正的故階 天国的咖啡店 天使的咖啡店 超脆的咖啡店 這是白桃的咖啡店 蠔 Goodness 在那裡的桃子,我看不清楚了,但是桃子的桃子 桃太郎的桃子在那裡的幸福 Peech X 口裡的桃子 柳川市PK 由香芝小姐率先采線 要帶大家到柳川游船 用最浪漫的方式 來游覽這個水鄉城市 仙道中市的門 就叫做柳川城堡市門 出發了 生物スポット 新ちゃんさんの腕を見せてもらいます だんだんまっすぐになってきました すごい 大冒険じゃ すごい アドベンチャー 面白い すごい狭いですよ めちゃくちゃ狭ってるね そうなんですよ 出てきた 綺麗 新ちゃんさん 素晴らしいです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過了這個考驗 船戶技術的狹窄河道 轉個彎就可以看到船戶商店了 商店裡有賣冰淇淋醬油丸子 點了一個抹茶冰淇淋 一邊欣賣河道風景一邊吃冰 真是一大享受耶 すごい 冰淇淋 ここをしゃがんでいきます しーちゃんスペシャルコース すごい 柳川游船 是從宋岳碼頭出發 經過城窟水門 終點站是玉花 沿途4公里的河道 花費約60分通左右 但是卻可以一路欣賞歷史古蹟 柳川的水箱之美 真的超讚的耶 さあ もうかおりちゃん テレビであつたんないんですけど 完全にウナギの香りがしております さあ 今日の私の目的のお店は こちら こちら マンエイドウさんですよ 就在柳河岸邊 遊船之後必吃的鰻魚飯 山口要帶大家來吃的這一家 它可是柳川的人氣老店耶 選擇二樓的位置 大忌的點上店內 人八萬的鰻魚飯 邊吃邊欣賞柳川河岸美景 真是怪我 行きます 来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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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南八萬的鰻魚飯 上層鋪了滿滿的八片鰻魚 這個燒烤的醬香味鋪鼻而來 西服醬汁的飯地則是粒粒分明 驚人的是連底層也鋪滿了鰻魚 這個豪華飯也太過癮了吧 いただきます 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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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 どういう悪い事したんだろう 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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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是 也不是 很可憐 好可憐 坐擁蒼翠群山與梯田美景的八女市 這一回合就由山口先生為大家特選入縣 用美景跟美食來認識一下八女茶的文化 很漂亮 這是 聽說這個茶園占地103公頃 它可是東京巨大的22倍那麼大耶 如何看見這整片茶園之美咧 來 有專門的景觀台啦 どうぞ 超級 這也太美了吧 號稱福岡縣內第一大茶產地 果真是名不虛傳啊 茶園內這一根根看起來 好像不是電線桿 怎麼很像電風扇啊 這個扇風機 特徴是這個高度 其實這個是暖化的 茶園裡一共有1200支的風扇 它的作用是除霜 因為新芽剛發時容易霜害 於是農民就想到利用風扇 不斷將高處的暖空氣吹下來溶霜 以避免新芽被凍生啊 對嗎 等一下 真的嗎 是謊言 在大陸的地方 有像島一樣的地方 原來天氣好的時候 觀景台能一眼望到市區內 而且還能看到海 真的是太讚了啦 看完了茶園 接下來當然得要品一品 這著名的巴綠茶園 Japan Greenが今度 飲物に登場してきました じゃあ いただきまーす えっ 水出汁なのにこんなに濃いんですか 山口さん これすっごい甘味がありますよ さっと味が甘いですね みんなそんなに言われます 口の中に甘味がいっぱい広がる やっぱこれ飲むと次これ食べたくなりますね 是非 すーごい 見てください 小豆と白玉団子に すっごく濃厚ですよ お茶の味がもう本当に本当に本当にメインで このアイスを二言葉で言うと わびさびです 品丸的巴綠茶 山口先生 要帶大家前往巴綠市壁逛的土橋市場 土橋八幡宮っていうね 大きな八幡があるんですけども その敷地内に建てられた市場があるそうなんですよ 土橋市場の花店 洋服店 都保留了日本早期的商店建築風格 現在山口仙丹 带我們走進去的這一家 是章魚燒的店 你看看… 這重圍は大把大把的放進去 見上去とても美味しそう じゃあいただきます うわっ! うまい! うん! うん! ちょっと待って カリちゃんもすごくない? 俺の麦わらを置いたらマジでメキシコや ほら ねっ ははは! なんだこの絵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浮雨市有水果天堂之春 山上天布果園 壮闊的竹後川 孕育出了高品質的水果 這一波彩鮮PK 就由香芝小姐帶大家見識一下 浮雨の葡萄有多美味多厲害 BKシードレス BKシードレス はい これは九州大学の農学部が 作ったものですね すごい まだ一般的には知られていないかと思いますので BKのBはベリーAっていうブドウがあるんですよ えー そのBなんですよね Kというのは 香り 巨峰のKです あっ 巨峰! だから親がベリーAと巨峰なんです BKなんです BK で、シードレスって意味分かります? ここで英語の単語 はい シードレス 山口さん どういうことでしょうか シードレス レスだから何々がないってことだよね 5 4 3 2 はい 正解です その通りです グッコー グッコー 你看看... 最大串葡萄是大顆又飽滿耶 水果天堂的稱號 果真不是隨便說說的 在農場是可以現財現吃 吃到滿意再買回家喔 おいしい わー 甘い甘い 最高 この暑さの中でこんなみずみずしいもの 食べるのって本当に ぶどうの天国につきましたね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果園一年四季 都有不同的水果可以採收 像這個季節 慘的就是巨峰 葡萄和水梨 連水梨都能夠現採現汁喔 本当に貌しやね すっごいジーシー 分かりますか 見てください 採完水果呢 還可以到小巫屋 這裡有農家之治 天然無天家的水果糖漿 把它直接淋在臭冰上面 哭起來就超好吃的啦 いただきます シロップがですね もう一切要ない物が入ってなくて すっごいもう 桃が口の中に爆発したぐらいの すっごく甘いですね 巷姿小姐吃的是水蜜桃口味 而這邊最有人寄的 當然就是葡萄口味啦 下一次來浮雨啊 我一定要給她点來吃吃看啦 這次是水蜜桃口味 これが蜂の鍵です おぉー綺麗 めっちゃ綺麗よカオルちゃん 綺麗 結構高いとこから流れ落ちてるんだね 吹雪とかかかりますか いやめちゃめちゃかかる 涼しい いいなスズイイッソー 因為這瀑布的聲音啊 就像大自然美妙的旋律 因此被稱為調印瀑布 夏天來到瀑布前面 瞬間降噴整個人都涼爽了起來 再搭配上這天然的旋律 真是人生一大享受啊 對 我現在說了SUP 對 我二人說SUP S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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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口先生竟然沒玩過SUP喔 這個SUP啊 中文叫做麗獎 它很簡單啦 一下水你就知道怎麼玩了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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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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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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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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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1 1 2 1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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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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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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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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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你看 對 很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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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借屋大門公園 能夠成為溺島式扛巴子景點 除了龍貓場景之外 就是這個 大遊覽傳承的目睹到正面目的 玄武岩洞 它可是日本三大玄武岩 面積最大的一座喔 有點近了 厲害 迪士尼蘭 可以進去嗎 很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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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Japan 超激烈的 還在 是 卡 太棒了 我看不見了照片 好 太棒了 看完了日本最大的玄武岩洞 接下來香姿小姐帶大家 來到了一家隱秘的海鮮餐廳 聽說這裡頭各類的海鮮 可都是很熬啊 很夯的 絕對是輕一拼拼拼拼拼輕一的啦 超級 新鮮 還有超級多的 很驚一 超級多的 初級看見了 超級多的 超級差的 超級柔軟的 超級柔軟的 對 噴著好像醬汁 好吃 除了整隻章魚現烤 還有扇貝 螺 火力等等 各種海鮮應有盡有 而且全都是新鮮的現烤現吃 超級大 最棒 好吃 我來吃 超級大 牡蠣エキスが半端ないですね すごいこのミルキー 美味しい 牡蠣も冬じゃない時に美味しく食べれましたし 今日は自然にも恵まれましたし 江戸島やっぱいいところですね 正聖機関山は ありません 傾向がたり 對 像横浜的紅磚似的 觀眾朋友 這個外表看起來 像橫濱紅磚倉庫 走近一看 它可是有65年歷史的練瓦房 它原本是廚房配給的米倉庫 但改造之後 搖身一變 成為了大摩田市最人機的咖啡廳 我來這裡是LUCE 16BOX 16BOX DON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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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甜甜甜啊 這一盒裡頭竟然是琳瑯滿目啦 有16種不同口味的甜甜圈 超級可愛的 讓人看了是每一種都好想咬一口喔 DON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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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把它胶出了ivo面 串上有的食用的ローズ 在外面向上 就是亜希作和永派的意思 真可愛 看著我 嗯 哇 超酸的香水 超酸的 來這裡享用甜甜圈的客人 一定會點上他們店裡的招牌拿鐵 這一杯跟他們甜甜圈 真的是百分之百絕配啦 另外還有這個 究極限定的栗子甜甜圈 它可是好吃到爆表耶 好吃 吃完了大摩田最美味的甜甜圈之後 山口先生也不甘示弱了 他要帶大家來到大摩田最高的溫泉 是說這個最高的溫泉 是有什麼特別的啊 厲害 什麼 可以的 很漂亮 而且很漂亮 這幾台有多大嗎 現在這裡有14台 14台 這個露營車看起來有厲害耶 阿松最喜歡露營了啦 來來來 趕快帶我們看一下裡頭 擋什麼樣子 有幾位 阿松 有幾位 阿松 阿娘喂 這豪華版露營車竟然還有電視 打開另一扇門還有一個雙人床 這完全適合我們一家四口嘛 讚 讚 讚 而露營車旁邊就是溫泉區了 來這裡露營煎泡湯 山口先生這安排我喜歡 哇 太棒了 如果懶得自己煮晚餐 這邊還可以預訂BBQ啦 像這樣滿滿的一盤肉跟蔬菜 是四人份的烤肉 真要澎湃耶 好 再重新吧 你看看 看香蕉 來蓮營 蛋 翌鶴 啊 醬汁 醬汁 いただきます はい 100点 うめ この 本当に脂もちょうどいいし 食べ応えがしっかりある 大きいから 山口先生也有說啦 在福岡東區 有一個一定要來參拜的省舍 他和伊士神宮 石清水八班宮 氣筆神宮其名 是日本本招事所之一的香槌宮 可愛 這邊的色彩也很厲害 謝謝 謝謝 拜拜 拜拜 香槌宮本店鮮艷珠宏 以日本唯一的香槌造建築而聞名 是奉拜歷代天皇的宗廟之一 聽說這邊還有一個很厲害的傳說 什麼需要等待的地方 這個水 水 請來... 香槌宮暗藏的神秘傳說 就是這個布饒水 據說古代名稱五內樹迷 因為常年飲用香槌宮附近的布饒水 輔佐的五昭天皇 活了三百歲之久耶 香槌宮附近的布饒水 為何要喝香槌水 請給我 請給我 山口先生 你也有一點給我問啊 這布饒水 一人限量是兩瓶 你就這樣喝掉了一瓶喔 看來想喝啊 只能自己來取水了啦 取水時間類似每天的10點到下午3點 一個人限量兩瓶而已 大家要記得 為了補償沒喝到布饒水的觀眾們啊 山口先生加碼介紹大家 隱藏在豪華公寓裡頭的 人具壽司店 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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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していくような そんな弾力で 上に乗ってたソースっていうのは お塩の味付けが垂れと ヨーロー塩の味付けの材料 このね 白身の美味しさ 香りをね 全然邪魔しない味付け これはダメだ あれ 何だろう ちょっと涙が出て 興奮過ぎちゃった うわ 涙腺が馬鹿になる味ですね 這裡的握寿司 不但鮮美好吃 師傅精湛的技術 讓這個握寿司 根本美得像個藝術品嘛 真是有夠厲害了 こちらの清州のインション湖 なんだ 是嗎 怎麼樣 對 只要只要看鏡頭 只要看鏡頭的幻想的映像 槍枝小姐發現旁邊的機器 很特別耶 只要掃QR Code 手機對準魚 就會出現那魚的名字跟介紹喔 好貼心喔 來吧 好貼心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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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族館必看的 就是結合燈光秀的水母啦 色彩繽紛的水母 緩慢的游動著 哇 這樣看著看著 好療癒喔 這個也很厲害 其實是空中的岩 哇… 很厲害 好貼心喔 好貼心喔 其實是我們 水中的水分 所以請看 好貼心喔 客人啊 走出海洋公園 記得這邊還有一整片的紅色地膚草 美到不行啦 所以一定要來這邊拍一張網美照才可以喔 PK開始之前 龍阿說我為各位介紹一下門司港 門司港是九州最北端的車站 於1889年初開港 因為門司港是具有玄關地位的港督 所以最繁榮的時候啊 可是聚集了許多西洋商行 洋樓跟銀行 所以咱們今天的門司港 就來做個懷舊PK吧 什麼好貼心的建築 什麼呢 我還不知道 好像煙燈一樣的 很厲害耶 門司港懷舊旅行第一站 這一棟令人矚目的橘色大樓 就是鼎鼎大名大名鼎鼎的舊大阪商船 館內展示著當時使用的金庫 據說這個金庫 無論是誰都無法打開耶 金庫 這裡 什麼意思 對 那我也要去除掉 招醰呢 反過來 所以不是開金庫 你家大門二十多 除非有密碼或是開所教學啦 首先,右回向二回以上 土地 土地で跳舞 土地じゃなくてここカタカナなんですよ なるほど 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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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おめでとう おめでとう 你看看... 這金庫的門有四層那麼厚 據說是明治時代的產物 一直使用到昭和時代才退休 在此恭喜山口先生 成功按照指示打開金庫 那就請前往舊門司山景俱樂部 享用洋食會席料理 愛因斯坦メモリアルルーム 愛因斯坦メモリアルルーム 哇 すごい 愛因斯坦メモリアルルー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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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無法住進阿因斯坦套房 但是能夠吃到阿因斯坦的套餐 也算是不枉子行 有別於山口的懷舊行程 相知小姐想帶大家到那個展望台 好好的把門司坦看個夠 山口さん 我來上升了 知道嗎 這很漂亮 這裡是三井公園 這裡是三井公園 哇 超超過的 文字庫駅也分不得了 そうですね 文字庫駅 超過的 超過的反射 照顧看 像是致震的 對啊 像是致震的 像是致震的 新的過程 歡迎收看 下旬啊 楓葉慢慢染紅 一路會衍生到那個山頂去耶 哇 また太陽さんがナイスアシストだね これすっごくないですか すごいよこれ 嘘みたい 哇 すごい で実は この先には ジャジャン 分かる 不動明王様が鎮座されてるんです これもすごいよ このショットすごくないですか ポストカードですよ 每年10月下旬啊 建成的風紅是每到360度隨便拍 都嘛是明信片等級的美景 イン さあカオリちゃん 私は今彦山神宮にやってまいりました 彦山神宮ですね 彦山神宮ですね 彦山神宮への入り口なんですけども 彦山神宮ってこれね 今山道の入り口にいるんですけど 真っ直ぐですね 真っ直ぐですね 真っ直ぐ ここからぐーっと登っていた 階段が800段あります インエン山賞風進階版 爬個800階登上神宮参牌 邊走啊 還可以沿路邊欣賞紅葉之美 到着いたしました こちらが社殿の 宝兵殿でございます 真っ赤でしょ カオリちゃんが痩せますように 最高め わいの慰到了大街 ラッキャンを爬800階で食べられる 香師小姐 可是找到了一家炭烤店 現烤超大雞腿 超香 超好吃的喔 すごい 百問のアイスキャンディみたい 太好き 美味し 美味しそう 很美味 嗯 這個只有塩胡椒 炭火焼是最高的味道 外面是很軟的 但是中是柔軟的 噛到很重的味道 我吃了 啊 來了 吃完了烤雞腿 還加碼鴨肉湯和雞肉烏龍麵 湘芝小姐 請問一下 您到底是有多餓啊 電車的運動體驗 我是運動的嗎 對 真的嗎 原本用來運煤的平成竹豐鐵道 改建成觀光列車後 在金田站這裡 竟然有列車長的體驗 現在湘芝小姐就要親自駕駛 這一台黃金列車 這可是駕鋼的火車 這麼超級難得的機會 真的是讓人好興奮喔 不然的話 那是我的衣服嗎 是 超級浮浮 帽子 可以嗎 可以嗎 不知了 這個普通 穿上列車長制服走進駕駛室 解說員很細心的 一一解說操作的流程 只是湘芝小姐 你趕快認真聽認真學 你要駕駛的可是一台火車 這可不是隨便開玩笑的耶 各位 出發 出發 進行 是 超級浮浮 一面 超級浮浮 超級浮浮 好 好 抖抖抖抖 好 15公里的路線就正常 正常 正常 但是從黃色的地方 鞋子上去 白色的地方 可以停下來 到了白色牌子 香肢列車長就完成任務了 雖然坐短短的150公尺 但是可以擔任操控火車的列車長 還是真的超級爽的啦 謝謝 謝謝 我非常想要吃的餐廳 鐵飯焼 雞蛋和韓伯 褲原 這一家店雖然隱身三裡頭 但燙火烤的漢堡 可是吸引了超多人前來 只是座位它只有六個而已 不月後可是吃不到的 好吃 これだけでも美味しいはずですけど はい はい まさかチーズ丁 うわー やめてー うわー 美味しそう 重い重い ハンバーグが重いよ うお 來吧 ご主持人 馬哈的速度就失敗了 滾了 這個太好吃了 還有一件有趣的東西 你以為光這起司漢堡肉 就夠厲害了嗎 還有更厲害的 老闆先砍了一塊山木板 用炭火烤鍋之後 再把國產樂眼牛肉 直接炭烤烤到外層略焦 切片之後放到這個 烤過的山盤上 多了這一道工 這個牛肉肯定是 充滿了山木香氣 這絕對是超好吃的啦 哇 人家啊 浮缸在地人帶路只是熱身而已喔 下週還有更精彩的 香汁小姐和山口先生 要繼續帶大家玩九州 更多九州隱藏版美景 在地人才知道的美食 大家記得要鎖定下個禮拜 同一時間的食尚玩家方外篇 那先看到你就真的賺到了啦 好 咱們下次見囉 拜拜